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 佛教智慧故事 杜顺和尚为唐代高僧 华严宗出祖 诸有华严武教旨观 华严法界观门 华严一城十玄门等 华严修行指南 并曾为唐太宗治愈病痛 被唐太宗遇刺封号为 帝心 因屡有不可思议的神迹视线 深受世人景仰 何事 师父 大师兄执意要去五台山 拜见文殊师利菩萨 都收拾好行装了 台山里土坡 师父 弟子终日文法诵经略有体悟 然而佛法深远 许多困惑仍无法解开 因此弟子希望亲自去五台山 拜业文殊菩萨 请求菩萨慈悲示现 以解开学法学经上的疑惑 岂能究竟了物 阿弥陀佛 顿悟与见悟本是殊途同归 你又何必执着于此 非是弟子执迷 弟子自幼跟随师父 学习花颜经 如今遇到瓶颈 弟子认为想参透花颜经 就应该朝礼五台山 获得文殊菩萨 开示方可 请师父准许弟子离开 文殊菩萨开示 你既如此说也罢 我问你 法界三观 你学得如何了 法界三观分别是 真空观 礼世无碍观 和周边寒荣观 弟子一直谨记于心 既是记得那便去吧 下山之后 可否顺便帮我 把这两封信送达一下 是 弟子一定送到 师兄 师兄你别走 师父 您别让师兄走 师兄 您就留下来吧 师兄 跟着师父学法 渐渐体悟华颜之道 不也是一样的吗 阿弥陀佛 走吧 走吧 去到外面 或许能看到 不一样的东西 师父 弟子已收拾好形状 今日便与师父 及师兄弟们告辞 呐游子漫博博 台山里土坡 温书指这事 何处觅弥陀 我终于不必每日黄圈青灯迎送不止 小蝴蝶 若我得到菩萨开示 再来找你 祝你跳出轮回之苦 岂不美哉 怡红院前面就是 不过 你一个出家人 去怡红院做什么 呦 那个和尚想去怡红院 什么 那可是有名的青楼啊 不 是我师父要我去那里送信的 你师父是哪位 怎么让你去那种地方 贫僧的师父是中南山的杜顺和尚 哦 原来是那个高僧大德 傻 就是那个曾将鞋子放在城门前 三日三夜无人盗取的杜顺法师 没错 他曾说过 自己在无量节以来 不曾拿过别人一草一墨 所以他的东西也没有人会偷 那是一位高僧啊 他怎么会 你莫要以常理去揣测大师的境界 高僧自有高僧的道理 法师 快快去吧 提起杜顺和尚 不会有人猜忌你的 师父虽名声远播 可我的志向是参拜菩萨 哼 圣斗小民目光短浅 岂能看出菩萨神通远远超过师父 不过话说回来 师父居然要我去青楼送信 那种烟花之地 怎么是出家人应去的地方 我得赶快把信送到 也好去见菩萨 也好去见菩萨 你是来给我送信的吗 师父一生精进修行 怎会认识这种风尘女子 真是罪过 阿弥陀佛 文书 我知道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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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观音 我事情办完了 要走了 你也跟我走吧 观 观音 这怎么会 这我可就想不明白了 师父称呼亲娘子为观音 可亲娘子是个妓女啊 怎么可能是观世音菩萨 师父平生从不妄语 莫非那个女子真的是观世音菩萨化身 哎呀 这怎么可能 观世音菩萨都能化身青楼女子 那这一路的百姓 岂不都有可能是佛菩萨 可佛菩萨怎么会屈尊 变成这群庶庶民百姓 哪一个是菩萨 哪一个又是凡夫所子 我可不能怠慢了菩萨 影响我的修行 真空观便是残悟平等之空性 明灭忘情所见之事项 没错 既然都是忘情之见 我又何必拥人自扰 诸佛菩萨与凡夫所子 我平等对待即可 这便是真空观 阿伟师主何故如此 法师来得正好 你给我们评评理 我给这个家伙打工 这个月多出两天工 他却不肯多付两天工钱给我 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吗 你 你别乱讲 当初说好了工钱爱月之父 你多出工了 也是在月供里面 红口白鸭法师在此 你敢耍了 好了好了 二位师主 区区两天工钱 何须当街争执 当年我师父供养五百僧人 只用了三百人份的斋饭 无人有半句怨言 钱财只是身外之物 元起则智 元简则无 执迷于此却浪费了大好时光 供养五百僧人 却只用三百份斋饭 莫 莫非法师您的师父是 莫非 您是那位赫赫有名的 杜顺和尚之高祖 阿弥陀佛 贫僧正是杜顺和尚的弟子 难得难得 想不到今日见到高僧 那工钱是我应付的 这是你的两个工钱 我岂未争这三五个铜板 我只是心怀愤懑而已 既法师开始 我已放下执念 这钱咱们还是勾养法师吧 阿弥陀佛 贫僧此行并不畏化缘 二位施主若是有心 可将这钱供养于寺院 广积厚德 岂不美哉 好 就听法师的 我们这就去供养寺里的僧人 没错 平民百姓都能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便可成佛菩萨 大家都一心向善 便是我等出家人的大功德 我已深深体会了真空观 若去五台山见了菩萨 菩萨定会欢喜 对了 还有一封信是给朱老母的 我要加紧行程 好能早日见到菩萨 不 这不可能 师父 这不是在戏弄我吧 菩萨 菩萨 我的事情办完了 要走了 你也和我一起走吧 朱老母 菩 菩萨菩萨 这真的是菩萨菩萨 怎么可能 不 我要冷静下来 用真空观来泯灭忘情所见之 可这怎么解释得通嘛 所谓李是一真法界之性 所谓是乃一切世间之相 李是无碍观即是外相差别之事相与平等 无差之离体相互圆融 法界之性与世间之相秉然而存 圆融无碍 既然法界之性与世间之相能够圆融无碍 那么诸佛菩萨的无上妙法 自是可以自在随意 我又何苦执迷于表象 普贤菩萨 弟子肉眼繁愚 想不到菩萨竟然化身成一头 罪过罪过 弟子实在不知 可 可这 哎呀 我还是放不下庙堂之上 日夜供养的菩萨圣融 不行 万不可玷污菩萨 弟子告辞了 亲娘子 朱老母 我虽深信他们都是菩萨化身 心中却对他们的形象无法释怀 不 佛法神庙高深 这已经不是我的修为可以释怀的 我要见菩萨 我要求文殊菩萨指点 真空观 李氏无碍观 哎呀 我还是不明白 诸和妓女可以是菩萨 那么万事万物 岂不皆可化为佛菩萨 究竟是佛菩萨就在这万事万物之间 亦或是万事万物 无一不可成为佛菩萨 我真真切切看到菩萨随心所愿 游戏人间 可我心中却始终对菩萨的形象耿耿于怀 我的修行太过浅薄 无论如何 不能理解这其中道理 文殊菩萨 请您开示弟子 让弟子顿悟这种种谜团 法师既然已来到五台山 清景之地 自隐了却 心中烦恼 有河谷闷闷不乐 老师主 贫僧来自中南山 是都顺法师的弟子 这一每日除了耕种收获 便是吟诵花言经 实在是学无致用 贫僧自以为学有小成 便离四立志来到这五台山上 没想到这一路上所见所闻十分奇妙 所学经典无法解开心中疑惑 于是希求拜业文殊菩萨 请菩萨开示弟子 哈哈哈哈 原来你是那渡舍和尚的弟子 愚哉愚哉 你师父渡舍和尚 便是文殊菩萨 你被尘世的万象蒙蔽 双眼看得不够深切 却轻里迢迢跑到这五台山来 舍尽求远 何其愚钝 什么 我的师父就是文殊菩萨 如此说来我临行之时 游子曼菩菩 台山里土坡 文殊指这事 何处秘弥陀 游子曼菩菩 台山里土坡 这五台山居然只是土坡 我明白了 原来这便是师父常说的 周遍寒荣观 事项一遍寒荣一切法界 故一遍多相互圆融无碍 大小相寒 互舍互荣又无碍 佛菩萨的法身不可思议 无形无相 无与伦比 为众生显示诸种形态 随应众生心而显现 诸佛菩萨与万物有何分别 一念顿悟 五台山与废土残坡又有何分别 一切就在其中 一切相生相成 相互圆融 我误到了 老师主 我误到了 老师主 菩萨清凉月 由于必尽空 免之精进 垂光照三界 心法无不限 这正是华严精的 师父 您难不成 走到外面 或许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原来师父一直在开示我 可我却 可我却执迷于五台山 错过了师父的教诲 师父 弟子已收拾好行装 今日便与师父及师兄弟们告辞 深度小明目光短浅 却能看出菩萨神通远远超过师父 师父 弟子悟到了 您听到了吗 弟子悟到了 师父 师父 山哉 山哉 都顺和尚于一善寺世纪 享年八十四岁 都顺和尚为文殊师利菩萨